好,那我把我自己的程式把它放在桌面上的 這個叫做feature illustration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我把我程式放在這裡面 那我程式它放在這裡面的話呢 我變成說我在使用MateLab的時候 我一開始要先去設定我要去讀這個資料夾裡面的檔案 這樣可以吧 這樣我才不會去讀到別的資料夾以外的檔案 好,那我要怎麼做呢 我在MateLab裡面我要先設定它的入境 那它的入境在哪裡?它的PACE可以在這裡設 這邊有一個你可以設這個Folder或者去設PACE都可以 那我比較習慣去改這個Folder 你看我們現在的Folder在哪裡? 讓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在西潮裡面的使用者 裡面的證宣、裡面的文件、裡面的MateLab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要把這個改到桌面上的feature illustration 所以我怎麼做呢? 我就點這一顆按鈕 點了這一顆按鈕之後呢 我去選桌面 桌面上有一個叫做feature illustration 好,我選它然後按選擇資料夾 你看我的Folder 我的Folder就會變成是 User證宣的桌面的feature illustration 那我換到這個資料夾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Current Folder Current Folder 底下就會出現你的資料夾裡面的內容 你看我裡面有 Island for K&N Island for PCA Island for PCA Island for PCA Handwriting 對不對? 有這幾個東西 還有我們的Handwrite 4 寫4的那個資料夾 好 那我再做一次喔 你就點這一顆按鈕 好,這一顆按鈕叫 Brows Word Brows for Folder Brows for Folder 你點它 點了之後你就去選桌面 桌面裡面你的資料夾 那你如果放在桌面呢 就直接點桌面就好了 那我放在feature illustration裡面 我就按選擇資料夾 所以你可以把上課的東西 全部整理在一個資料夾 或者你甚至可以把PCA 放在PCA的資料夾 那我們要講LDA 就放在LDA的資料夾 好 那放進來 如果你沒有看到這個Current Folder 那你怎麼辦? 我再講一次喔 就是你在MateLab的Home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叫Layout 好 這裡有一個叫Layout 好Layout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 我們這個畫面的排版 好 你點下來Layout裡面會有一個D4 好 它就會回到D4來 我做給你看喔 例如我把這個關掉 Close 然後把這個搬位置 搬到很稠 我不知道怎麼辦 你就點Layout 然後D4 它就回到原來的樣子 可以嗎? 好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指令 因為大家有時候會不小心搬來搬去 會把東西關掉或不見了 好 你就記得選Layout裡面的D4 那我們先把我們上個禮拜講的這一個 應該是這個指令 應該是這一個 好 把它打開 我們把第四個什麼 第四個字 每個字不一樣露得進來對不對 那我們隨便選一個出來Show 然後Show完了之後呢 我們去把它9個Principle列出來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Run的結果就會像這樣 9個Principle 來先把這個程式打開 然後先按一下Run 看它可以Run 好 確定可以Run之後 我們再繼續往下降 好 來先打開 先確定可以Run 這個21塊都不會有藥 從他去拍拖到這裡 那到底是誰的 好 這個21塊都不會有藥 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們現在呢 要利用 上次有講過重建 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利用我們給的 看九個Precifal 我們拿其中的兩個來進去就好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上次講義的這一個 你看這個是 我們的每一個3 每一個3都可以寫成平均的3 加上我一個倍數的 他放了一個3 第一組成分的3 加上第二個倍數瘦瘦的3 第二個組成分的3 所以我希望能拿第一組成分跟第二組成分 前面兩個星數加起來 來跟原來的3做比較 他現在是4 所以要跟4做比較 好 來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怎麼做 在組成分分析裡面 你看我的PCA 首先第一個 PCA這邊只有coefficient 對不對 那我們上次呢 有秀過coefficient就是我們的主軸對不對 還記得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coefficient是什麼 來這裡有個workspace 來我把coefficient點兩下 好點兩下之後 其實我不喜歡這個畫面 我把它貼回去 好 那coefficient它長這樣 你看 還記得嗎 這個就是第一個主軸對不對 這就是第二個主軸 這是第三個主軸 這是第四個主軸 這是第五個主軸 這是第六個主軸對不對 每一個coefficient 每一個column就是一個主軸 好 我今天會這麼準時 是因為 我大概十一點半左右就會下課 因為我要去台北參加一個 帶別人去參加工作方 如果不帶他們兩個去 他們兩個我不會去 好 那第一個主軸是什麼呢 來我把圖再畫一次給你看 來我弄一次 你要記得這就是第一個主軸畫出來的圖 對不對 這是第二個主軸畫出來的 這是第三個主軸 第四個主軸 第五個主軸 第六個主軸 第七個主軸 第八個主軸 第九個主軸 有沒有 好 那我現在想要什麼 我現在想要看 這是第那100個人寫的4 我現在希望能拿第一個主軸 跟第二個主軸 來組成這一個4 來你來看一下 你看 我們的3 是不是可以用第一個主軸 乘上某一個倍數 加上第二個主軸 乘上某一個倍數 不要忘記還要加上平均的這一個3 加完了之後 才是原來的3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這邊有兩個 我現在拿第一個主軸的某一個倍數 加上第二個主軸的某一個倍數 然後再加上平均 就可以等於這個4 對不對 就可以很接近這個4 就可以重建這個4 不完全一樣 但是可以重建這個4 好 那我現在希望做這件事情 那做這件事情的 你要知道什麼 你當然要知道這個係數 Y1跟Y2是誰 重點是這個係數 Y1跟Y2是誰 這個東西你不用重算 PCA會幫你算出來 來看一下PCA算哪裡 來我們在PCA這個指令這裡改一下 PCA這個指令呢 除了會給你主軸之外 他還會給你另外一個東西叫做 Coefficient 那Score 對不起叫Score 所以你看喔 PCA PCA除了給你Coefficient之外 他還會給你Score 還會給你另外一個叫Lentent Lentent Lentent就是那個IgonValue 那我們現在先拿前面這兩個 Coefficient跟Score Score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Y1跟Y2 在第一個主軸上面的係數 跟第二個主軸上面的係數 好不好 來我們先跑跑看喔 所以我們把上次那個程式打開 我們在Coefficient這裡 我們在這邊加一個中括號 加一個中括號的意思是說 我前面除了接Coefficient之外 我後面還可以再接Score 所以你的程式只要寫這樣就可以了 我在Coefficient前面加一個中括號 Score後面加一個中括號 中間用豆號分開 什麼意思 本來PCA出來我只要用到Coefficient 現在我除了Coefficient之外 我還必須用到第二個跑出來的變數 叫Score 叫Score 就是他在每一個主軸上面的分數是多少 在每一個主軸上面的分數是多少 來我現在弄弄看 好我弄下來 好弄下來之後呢 這兩張圖先不要看 我先把它關掉 我這邊會多了一個Score 你們看到 你這裡的分數會多一個Score 來這個Score怎麼看呢 我點拍 這個Score是這樣 這個是第一個人寫的字 這是第二個人寫的4 這是第三個人寫的4 這是第四個人寫的4 這是第五個人寫的4 這是第六個人寫的4 點點點 所以這是第十一個人寫的4 這個分數是什麼 是第一個人寫的4 在第一個主軸上面的比例佔多少 這是在第二個主軸上面的分數佔多少 在第三個主軸方面的分數佔多少 在第四個主軸上面的分數佔多少 假設我今天只要用到兩個主軸 E1跟E2 那我就只要拿什麼 拿這兩個係數就好對不對 第一個主軸的分數跟第二個主軸的分數 那如果我要看的 假設我要看的是第九個人 第九個人 我就只要拿第九個人的什麼 第一個分數跟第二個分數就可以了 好不好 來我們來試試看喔 你在PCA的前面 把這一個地方改掉 改成COEFICION跟SCORE 記得用中括號把它接出來 那接出來之後呢 你去看一下SCORE出來這個指示 有沒有跑出來 看一下 馬上這個燈子打開 我們只是在PCA前面 多加了SCORE 本來只有用COEFICION 我們再多了一個SCORE 但是我們再多了一個 換個線 還是再多了一個 擺的個線 和SCORE 然後再多了一個 一件事情 可以幫我當一個 感覺我一件事 你呢 可以知道 你們都發現 我這麼想的 就 對 我們 就是 一個 我來控告 然後 我今天很想出一個作業 現在我也有講錯了 因為我想要試試看 就是 我們會不會畫這個 把同樣的程式 直接蓋成一片的畫面 希望 兩年後交的時候 身體可以用自己的動作 然後把自己的臉拍一拍 然後開完之後再把自己的動作 開自己的臉去做一個 所以 還是我們今年就一樣 還是我們今年就一樣 謝謝 謝謝 我們拜拜 我們必能夠感激 謝謝 歡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先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Core 一个叫Score,对不对 那Coibition跟Score Coibition里面是第一组成分 第二组成分 第三组成分 到第四、第五 一直到最后一个组成分 那你还记得它出来是长什么样子吗 它第一组成分好像是一个比较胖的式 第二组成分是一个比较瘦的式 所以是Y1 这个位置是要什么 是要乘上这个的分数 所以叫Y2 所以我现在如果要重建 我要重建一个人的 其实很简单 要重建一个人的 我就拿这个人的分数乘上Y1 拿这个人的分数乘上Y2 就可以重建了,对不对 所以我要重建怎么重建 假设我现在呢要看的是 S这个人,对不对 好 S这个人怎么重建呢 S这个人的结果 会很近视什么 会很近视它的平均 加上谁呢 加上Y1倍的 E1 再加上谁呢 Y2倍的什么 E2,对不对 所以呢 我只要先把 E1跟E2找出来 那E1、E2在哪里 怎么记得吗 Coefficient I就是第1个组成分 I等于1的时候就是第1个组成分 I等于2就是第2个组成分 I等于9就是第9个组成分 所以Coefficient I就是第1个组成分 所以如果那个I 设成1就是第1个组成分 那个I设成2就是第2个组成分 然后我只要乘上前面的score 它的细数,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是第3个组成分 那我们现在是第几个人 等去哪 人在上面 在这里 我现在就要看你现在小s 小s 小s就是我的人 对不对 小s就是我的人 所以小s就是这个人 对不对 好,这个人呢 还要什么 他会等于平均 加上y1倍 y1倍是什么 就看score在哪里 对不对 如果是第100个人 他score就在第几个位置 如果是第一个人 他的score就在第一个位置 对不对 如果是第二个人 score就在第二列 第三个人 score就在第三列 第四个人 score就在第四列 第100个人 score就在第100列 这样可以吧 所以呢 我现在要知道他的score 我就要去抓他的第100列的值 好 所以我怎么抓出他的score呢 首先来 第一个 我先跑一个y y就等于score 你可以写的更漂亮一点 100帽号 这个就是第100个人 你看哦 这个地方是100 这个地方是100 对不对 这两个地方要一样 因为我要抓第100个人的score 好 来这时候我run 好run完了之后呢 我看一下这个y 这个y 这个y就是什么 就是 第100个人的score y1 y2 y3 y4 y5 y6 y1就是针对第一个组成分 y2就是针对第二个组成分 好 所以这个y1呢 y1就是在第一个组成分上面的分数 y2就是在第二个组成分上面的分数 y3就是第三个组成分的分数 y4就是第四个组成分的分数 y5就是第五个组成分的分数 可以吗 好来这时候呢 我把它加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 我的重建 重建我叫r 好不好 因为叫reconstruction 叫r 好了 r有问过吗 没有 r就会等于什么 y的第一个位置 乘上第一组成分 对不对 coefficient 帽号1 加上y第二个位置 乘上第二组成分 我后悔今天穿长袖了 coefficient帽号2 衝破完 要流汗 可以吗 好这就是我重建的结果 来这时候我在rown rown完之后呢 那我就有一个y 好先把这两张图关掉 这两张图关掉 就会有一个r 对不对 这个r就是我重建的结果 可以吗 这个r就是我重建的结果 这个r是谁 这个r就是我的y1 乘上第一组成分 加上y2 乘上第二组成分 那你如果要用三个组成分 就是再加上什么 y3乘上第三个组成分 对不对 好点点点 好 那我已经成完了 成完了之后 我不是要再画图吗 画图还记得怎么画吗 是要把这边再call一遍 所以把这一段再copy下来 然后再画图 这次步骤有点多 画图怎么画 好我要先把我的r做转置 对不对 r做转置 r做完转置 之后buger 再把a转置 再换成灰阶 所以你看我现在 只要把这地方换成r 就好了 来画一下 这一张图是原图 这一张图是重建后的结果 我说这两张很接近 你相信吗 不相信对不对 来想一下 错在哪里 差一点点就完成了 这个地方先给你练习 这里没写错哦 只差一点点就完成了 好 来在你一边做我一边讲 也就是在a这个地方 原来我们是把第100个人 抓出来然后画图 所以我把第100个人的哪一个强量 把它转成16乘以16 然后再把它变成什么灰阶 再把它挂出来变灰阶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做了组成分分析之后 我要去抓第100个人的分数 第100个人分数就在这里 反正这是第100个人分数 Y1 Y2 Y3 Y4到Y 多少 Y256 好 那100个人的分数呢 你要拿Y1去乘上什么 E1第一组成分 加上Y2乘上第二组成分 有没有 然后加完之后 想把我去重建原来的S 刚才你讲的东西 可是我公司会有错 Y1乘上可义循环 加上Y2乘可义循环 再去重建原来的 想一下 这里没有错 所以你把这一段迁径下来 那你说没有错 怎么重建会这么糟糕 电脑没有用 我看一下每个重建建 你重建啊 我跟你看看 不一样对不对 应该是 是 什么 明天来说 你漏的进来的时候 不要漏死 漏死 漏不住 你現在弄得知識嗎 你開始就開始 按下去那個 下載其他的數字 我會把它分類 咦 為什麼你的腳下 你造血吧 還是你要改 造血吧 好 身體 那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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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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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